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误认为,喝咖啡对健康有害,甚至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其实,这是因为很多人喝咖啡,都习惯添加人造奶精、糖包、奶油等来调味 这些添加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帮凶 纯黑咖啡其实对健康有非常多的益处,而且适量饮用,对健康有益而无害 黑咖啡是指不含奶精、糖和任何添加物的咖啡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每天饮用一杯黑咖啡,对健康有哪些神奇功效吧 研究发现,餐后喝一杯黑咖啡,能有效地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 黑咖啡热量很小,而且咖啡中的咖啡因成分,可帮助利尿,加速人体水分代谢 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咖啡因也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能够加快脂肪分解 咖啡还能促进新陈代谢,从而让人体在相同时间内消耗更多的能量 因此对减肥非常有帮助 2.去水肿 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够加速身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较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沥水沥尿,有很好的消水肿效果 3.改善便秘 黑咖啡中的咖啡因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而且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兴奋作用 能达到加速肠道蠕动和通便的效果 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喝下一杯热黑咖啡 都会在20分钟内可以感受到变异,成为解决便秘的好东西之一 4.防老 黑咖啡里含有多分类物质 是一种强力抗氧化的物质 能对抗体内自由基 让肌肤细胞保持充沛活力 防止细胞氧化 预防皮肤过早产生皱纹 色斑,具有一定的防老养颜作用 5.提神醒脑 咖啡中的咖啡因是让我们提神的主要成分 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 会刺激中枢神经和心脏血管等系统 具有提神的功效 常被视为解除疲劳、提神的饮品 适量饮用咖啡能使人精力充沛 帮助人保持清醒 改善心情、提神 并能增强记忆力、推理和理解能力 因此可以改善工作能力 最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因咖啡中所含的丹宁酸 会刺激胃酸分泌 因此胃困扬患者 最好不要喝咖啡 还有孕妇也不适合饮用咖啡 也建议大家晚餐后不要饮用咖啡 不然会影响睡眠品质 导致失眠的状况发生 还有每天不要饮用超过两杯 每天饮用一到两杯黑咖啡 对健康有益而无害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